AP发现了他有卖掉之前AP卖给他的两个非常稀有的腕表 从而暗示呢今后可能不会再卖给他 任何一个知名品牌把一些准卖表的客人放到黑名单里面 我觉得这个做法是没错的 相反呢我觉得他这样做呢 对其他的VIP客人更加负责 那近期表圈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呢 是跟王阳明po的一段视频有关 那我现在呢刚好在给我的汽车做保养 所以有一些时间 今天呢也是应几个网友的要求 想让我来表达一下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那么先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事情的原委吧 那么很多人知道王阳明呢 可能是从他出演的一些电影 或者是上的台湾综艺节目而认识的 他呢现在也有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在他的频道呢有讲改装车呀手表的一些内容 那么有一些观众呢 可能认识他是通过他的YouTube channel 那么近期呢他po了一段视频 话题很高 主要就是说 大概在三个月前吧 AP有邀请他参加即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一个新表发布的活动 那么他为这件事也非常兴奋 但是因为前段时间AP发现了 他有卖掉之前AP卖给他的两个非常稀有的腕表 大家注意这两只腕表呢是非常稀有 很难买到的腕表 所以AP就联系到他告诉他会取消这次的邀请 从而暗示呢今后可能不会再卖给他任何腕表 那么王阳明呢首先是对这件事情非常不开心 他在他的视频里面呢表达了这样几个观点吧 第一个观点他觉得他自己有权利卖掉这个腕表 第二个呢他是说这个腕表他没有马上卖 他是买过来两年之后才卖掉的 第三个观点他是说他没有真正卖掉这个腕表 他是trade 原则意义上来说你就相当于把这个表卖了 然后呢自己又花钱 相当于在二级市场买的AP的腕表 那么最后呢他还评价了AP最新推出的这个蜘蛛侠的腕表 他觉得那个腕表很丑 说真话的感觉真好 那么今天视频的内容呢首先我声明一下 我不评价人也不评价品牌 我只是评价这件事 你可以把这个事件呢换成任何一个VIP客人 和任何一个知名品牌都可以 我们只是评价这件事 我主要想跟大家聊这几个方面吧 因为我们是一个做手表内容的频道 所以第一点呢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王耀明卖掉的这两只腕表 具体的一些细节 第二点我会跟大家聊一下 作为一个表友 一个买方或者是一个VIP客人 你有没有权利卖掉你自己的手表 第三个方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作为品牌方把客人禁掉了 今后再也不会卖给这个客人手表 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而且如果品牌方不这样控制 买家在二级市场卖表的这个行为 对其他一些客人是否公平 首先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只腕表都是哪两只 那么第一只腕表呢是一只AP的皇家像鼠 中国限量版万年利月像 它的代号呢是26609Ti 那Ti呢是Titanium 证明这只腕表呢是一个钛合金的材质 那首先这只腕表是一只中国限量款腕表 它的限量呢是88只 大家知道8在中国文化当中是一个非常新的数字 那么AP为了凸显这是一只中国限量腕表 所以只生产了88只 这块腕表的表径是41毫米 它的厚度呢只有9.5毫米 因为它表身表链的材质全部采用钛合金 所以总共呢重量加起来呢只有104颗 带起来非常轻 这颗表的机芯具备万年利和月像显示的功能 是一个大复杂的表款 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秒针使用的是中国红 而且上面的31号那个数字也使用的是红色 这一点点小小的中国红的点缀搭配上它黑色的表盘 既稳重又特别 另外除了金属表链 它同时还配备了一个红色的胶带 和一个灰色的鳄鱼皮表带 可以搭配着佩戴 那这只腕表在当时的售价 据我所知呢可能也就10万美元左右吧 可能比10万美元多一点 目前在CORONO24我看到的价格呢是25万 那么另一只腕表呢是配有钻石表圈 白金材质的Double Balance View Openwork 这只腕表呢我觉得更特别一点 同样是41毫米的表身直径 它的八角形的表圈上面有镶嵌比较大的方形的钻石 另外它的表盘呢是AP最经典的Openwork 你可以透过它的面盘直接观赏到它的机心 而相对其他普通的Openwork来说呢 这只腕表使用的是Double Balance View 那这种使用两个Balance View的做法 会使得发条在震荡的时候更加平稳 会增强在低心引力的环境下 机心运行的稳定性 另外也正因为它是Openwork 我们观赏的是它的机心 两个Balance View呢看起来更加平衡 也更具备艺术美感 那这只腕表呢目前在Chrono24的价格 我查到有一个是37万美元 All good Thank you 我现在的车刚刚ready了 一会儿呢我再换另一个地方 继续把这个影片做完 Hi guys 刚刚回来我们现在呢继续把这个影片录完 那刚刚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两只表的一些细节参数 可以说呢这两只表呢算是很多普通表友 普通人的一个终极目标 你如果没有任何的关系名气 你可能需要等很多年才能买到这两只腕表其中的一支 或者你要有很多的消费记录才能购买到 如果你在短时间内同时能拿到这两只腕表 证明你是这个店的eitherVVVIP 或者呢你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 平方呢可能希望你卖给你这个表 如果你是一个名人 希望你在公共场合呢经常佩戴这只表 来增加这个品牌的知名度 我们下面来说一下今天我要聊的第二个方面 就是买家作为我们表友 买完表之后有没有权利卖表 这个答案呢是肯定的100% 如果你买完这个表 没有任何人会去阻止你卖这个表 其实我们现在看表圈 就很知名的收藏家 其实他自己私底下也会卖自己 多年收藏的一些万表 你像在美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收藏家 叫Eric Kool 他自己呢有经营这个拍卖的网站 而且呢他之前也是劳力士这个Vintage论坛的版主 包括美国知名的网站Hodinkey 他的创办人Ben Climber 他自己也说像他周围的收藏家 Buy and sell all the time 经常买卖自己的万表 这是很正常的 像我刚才说的那Eric Kool 他自己经营的网站呢 他自己也会卖一些自己的收藏 但是呢他也是这些很多品牌的VIP客人 你像他经常拿到一些AP啊 卡迪亚的限量万表 所以呢品牌方知道 他自己呢有收藏这个Vintage Watch的习惯 可能他自己也会去卖 但是呢品牌方信任他 他可能知道我给你的这个万表 你是不会卖的 这第一点就是说你有权利卖你自己的万表 但是呢你也要看你自己买的这个万表 是什么表 然后有很多表友呢去一些店AD 有些人就是明摆着告诉你配货 你买几个这个其他品牌的万表 百年龄啊买个Grand Seco啊 我给你个劳力士 你可能出门呢 拽手把这个地堕百年龄这个卖了 可能赔一些钱 但是你买到了你自己想要的万表 而且这个劳力士万表呢 是全新的保真 有人就愿意这样做 可能品牌方也不会因为你把这个地堕赔钱卖了 而说以后我不会再卖给你表 这是另一个方面 但是呢我们这里要说的是王阳明卖的这两只表 确实是比较特殊 那下面第三个方面我要跟大家聊的 也是今天我最想跟大家聊的 作为品牌方 不论是AP百达菲利这种高级的品牌 像他们的很多万表呢 在二级市场都炒得很高 作为他们来说 设立这样一个黑名单 就说我不卖给你表了 这样做有错吗 那么作为品牌方来说 他基本上对这种情况呢 就两个做法 很简单对吧 如果你发现有人买完表之后把它卖了 一个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当没发生 I don't care 以后呢我还继续的给你提供一些好的万表 另一种做法呢就是选择把你加入黑名单 不卖给你表 那么下面就聊一下这两种做法分别产生的影响 那第一种做法就是I don't care 像这一次他发现王阳明卖掉了这两只表之后 反正你还是喜欢我们的品牌的 你以后还会继续支持我们的品牌 继续买AP的表 那我还会一如既往的把一些限量表卖给你 我们先来说那只限量88只的万表 那么AP肯定是精挑细选 选了88个人来把这个表卖给他 那么第89个人 同样也是VIP客人 可能他也有希望买到这只表 但是呢因为他是第89个客人 他没买到这只表 如果他发现了OK 之前88个人当中有人买这个表没有带 就放着放着一两年 然后转手卖了赚了很多钱 赚了不止一倍的价格 那这只表很贵的 如果你转手卖呢 你可能至少赚10万美金 那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那这个人第89个人 相信他也一定是BBVIP 在AP消费了很多 本来他也有资格去买这个表 如果他发现前面有的人买了这个表 就转手卖了 他会怎么想 如果品牌方不做任何的事情 你觉得对其他客人会怎么想 甚至有些品牌 他不负任何责任 他也不会对客户进行任何的审核 就随便卖表 就导致很多人买完这个表 也不去珍惜 就转手就卖了 或者有人专门就是靠这个牟利的 那么其他买不到这个表的人会怎么想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表友 我想真心实意的买这个表来佩戴的话 我也希望这个品牌去挑选这个客人 尽量把表卖给跟我一样的客人 对吧 所以大家觉得品牌方这样做到底有错吗 另外也有一些人会对这件事而辩解 说他可能卖这只表没有赚钱 而且他又买了另一只AP的表 同样去支持这个品牌 其实不论是你把这个表trade in了 或者甚至你把这个表送人了 被别人转卖掉了 都是相当于你的ownership的缺失 品牌方这么信任你把这个表给你 他是希望你自己亲手去佩戴这只表 如果你买这个表的初衷就是说 我把它送人 你可以在最开始买表的时候就跟品牌说明 比方说我想买三只腕表 送给我的员工 送给我的朋友 那么也许他可以不把这个腕表 加入到你的profile里面 因为你本身就是送人的嘛 他可以帮你为你的朋友建立一个新的profile 那他卖了表呢是他的问题 另外你卖表跟你有没有牟利 和你用卖的这个钱去做什么 没有任何关系 我觉得即便是你没有牟利 或者你卖的钱又去买AP表了 或者你把这个钱捐了 做了其他的事 你都是把这个表卖了 如果品牌方知道你当初会卖这个表 他大可以不把这个表卖给你 卖给一个更想每天去佩戴这个表的客人 也有很多客人都等着要买这只腕表 所以我想说的是呢 品牌方他也有自己的权利去选择你的客人 他也可以选择今后会不会再把表卖给你 相反呢 我觉得他这样做呢 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 对其他的VIP客人更加负责 当然很多表友买完表之后 你有你自己的权利 你想卖就卖 有很多表友我看到 就是不想玩了 他觉得我够了 我买了这么多表 他蹦给我一只非常好的表 我觉得我之前花了很多钱 我就想把这个卖了 被发现了也没所谓 我就被禁了 以后我就不玩这个品牌了 有人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呢你有自己的权利卖表 卖方呢也有权利选择你的客人 而且呢像我之前跟大家说 你到AP的店买表 可能会有一个类似 这个面试的一个conversation 有一些表友就很酸 觉得你这样问我 我才不买你的表 我觉得呢 还是很多人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你去买东西呢 也不见得你是高人一等 即便是人家是一个销售 卖表的 但是不见得他的生活会比你差 他的阅历会比你低 我只是把这个过程呢 讲成一个类似面试的过程 其实就是朋友之间的谈话 你想了解他 他也想多了解你一些 他想知道你的工作是做什么的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些表 都是相当于一个朋友 互相了解的过程 他对你更加了解 知道你想喜欢什么表 他今后拿到一些表之后 才会知道什么样的表更适合你 你自己最喜欢哪些万表 我觉得这些过程呢 也是必要的 我当然也不希望这些品牌呢 随便就挑一个客人 把这个手表卖了 这样就会导致更多准卖的现象 那这个就是我对品牌方 把一些客人加入黑名单的一个看法 当然这一次呢 AP已经邀请汪洋明去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临时取消了这个计划 我觉得如果单凭这一点呢 他很生气 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他可能有自己的团队 他要做一个plan嘛 可能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他自己也比较忙 他会空出那几天 有自己的工作人员 自己的老婆 本来已经plan好去参加这个活动 临时被取消呢 不免会感到有些气愤 这一点呢 我觉得AP应该有另一个做法 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但是单纯来说 任何一个知名品牌 设立这个黑名单 把一些准卖表的客人 放到黑名单里面 我觉得这个做法是没错的 喜欢这个油脂的操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 可以去放红钱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兄吧 点击下方 观看更多有趣内容